信就是对于一个没有看见的事情 有把握 好像拿到证据那样 超乎我们至上的 他的全能不是像我们一样 也不是像人一样的 这位上帝 你相信要把你整个人都投在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 为你预备的这个救恩当中 88个国家是很多了对吗 但是东京这个大都会人口已经众多 88个国家加起来的总人口 仍然比东京人口为少 随着日子的过去 城市越来越大 并与附近的小城市接轨 形成一个很大范围的市区 叫做城市群 东京的面积增加惊人 但是城市里的基督徒仍然很少 全国只有1%是基督徒 东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但也只不过是大城市其中的一个 全世界有37个城市群 每一个都有超过1000万的居民 早在100多点前 华尔伦已催促基督徒联系日会 去接触世界的大城市 但愿我们能如上帝般看到 这些大城市的需要 这时期对城市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他催促说 城市的工作不可延迟 因为时间很短 在1900年期间 全球只有15个城市 是有超过100万的居民 今天这个数字 已经增加到差不多600 许多这些大城市中 只有一两个本会的教会 有些城市甚至没有任何本会信徒 我们怎么样带来改变 全球的信徒可借着决限 来为这重要的城市步道 做出贡献 可能在你人生的某一点 希望成为一位国外步道士 但是却一直未能实现 如果这个是你 或是你有关怀那些未认识耶稣的心 可以考虑每天忠心地 为这些未得的城市祈祷 让他们打开门户和新门 无论他们在地球的另一边 雪伦全心全意地祷告 以回应这个护照 他把这些城市编制成 如地下铁路地图的祷告地图 每一天为一个城市祷告 他如此祷告已经超过一年 以为了580个大城市中的 200个城市的居民祷告 包括他们的健康婚姻及信仰 上帝垂听他每一天的祷告 雪伦相信上帝静静地用奇妙的方法打云 雪伦期望着一天在天国听到那些故事 复林学校也在为这些城市祷告 在威斯康星州只有一个客室的山景小学 学生们开始为北美大城市祷告 每天他们为着不同的城市祷告 一个学生会为无家可归的祷告 另一个为当地的家庭祷告 他们合作借着祷告 把这些城市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 接着把以带到的城市做个记号 教会和学校 成人儿童和学生们 正为这些城市祷告着 我们相信当我们同心为这些城市祷告 上帝会与我们同在和垂听我们的祷告 当你为每一个城市祷告时 请你求上帝赐福那儿的国外步道士和全球步道先锋 你可以从城市步道网下载祷告地图 打印给自己你的学校 你的祷告队或你的教会 请和其他的祷告步道士一起围绕着地球祷告 我觉得很兴奋 我喜欢我愿去这个主题 基督复林安息日会有一个计划 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这个计划成为我愿去 计划也包括我们所有人 我愿去为整个教会 包括当地教会 区会 联会 分会 全球总会 及各机构提供了材料 这是一个协助教会 能更专注及有效回应上帝呼召我们 去为全球未得之民做见证的工具 采用了研究资料 确定全球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要达到这个使命的目标 我愿去的目标 专注于三个重要的范畴 包括使命 属灵的成长 领导 每个范围 就有成功的指标 以协助我们知道是否已经达标 你可直接进入我愿去的网页 并找到所有的目标 及成功指标 以上资料 给予我们在向全世界分享福音时 有具体目标及行动计划 以致我们能更善用资源 更有效地传福音 你可能在想 你如何参与呢 一位在美国的职堂者 蒂芙尼和曾参与此计划的一位教会领袖 怀米杰对话 并取得他的意见 问题是 信徒怎么样可以参与我愿去 对 这实在是个大计划 对全球教会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 我身为一个复林信徒 如果我想参与的话 怎样才能参与呢 问得好 非常好的问题 我马上就可以回答你 这个正确的答案 对教会的影响深远 真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仔细看看那个计划 了解那些成功指标 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你有恩赐 我也有恩赐 每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 你去仔细看看那个计划 并留意那些成功指标 你只需要跪下来祷告 说主啊 你想把我放在什么适合的位置呢 这就是教会说我要去的地方 但是我们说要去却没有计划 那没有计划就不一定能成功 我想这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决定 我要有所作为 是啊 可能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但是呢 我一定要有所行动 是啊 是啊 但是若有一个人做出承诺 并找到称心的侍奉 你不会只是参与其中一个指标 你会很快便投入更多其他的成功指标 这不只是个战略计划 这是一个基于实际资料及大使命 并以步道为本的工具 其价值及影响将取决于在圣灵的能力下 全球教会的兄弟姐妹作为团队之共同合作 这是太好了 我们教会不单只是说 让我们有这个主币快来的希望之后 就什么都不做了 我相信主要是透过我们做工 透过这些策略做工 因为上帝是这些会议的参与者 他在领导我们的思考 我可以做什么 我的弱点在哪里 我在哪里可以成长 所以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喜欢我冤屈这个主题 实在是适合作为未来五年的行动 你刚才也提到了三个方面 对不对 使命 属灵成长 领导 实在是我们真的需要关注的地方 我总之介绍给我们的孩子 在这里 我们真的需要关注的地方 是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心理 我本来就能做完